第六百四十六集 一重强盛一重重重叠加 直将血灵族老大右臂切割开来 左臂爆裂右臂被切断 血灵族老大惨叫一声 肩膀喷出两股鲜血如喷泉一般 疼得他惨叫连连 胸前断剑也失去光泽 跌落在地面上 他神色癫狂地看着夜晨怒骂 小畜生小畜生 你不得好死啊 今日你要杀我 来日我血灵族的大人们 也会将你双臂斩去 拔皮抽筋啊 一道剑光闪烁而过 斩龙问天剑直接落在了 血灵族老大的眉心 距离只不过一公分 夜晨想杀随时可以 血七叶当时之所以不追杀 完全是希望夜晨 能从血灵族老大身上 得到关于轮回墓地的秘密 轮回墓地对百味大能 有一个最大的限制 那就是绝不能透露 轮回墓地背后的事情 唯有靠夜晨一人触碰 而现在无疑是夜晨 获取那个秘密的唯一途径 你应该明白 我为什么不杀吧 夜晨淡漠的声音响彻 血灵族老大看着眼前冰冷 而又散发着血光的长剑 冷冷一笑 小畜生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杀就杀 夜晨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有些事情可由不得你 我想知道血灵族到底在何处 既然一年半后 血灵族的人能赶到昆仑须 那自然有入口 这个入口在哪里 还有除了皇家和你们联系以外 昆仑须还有哪些势力背叛了昆仑须 夜晨心中最担忧的是 隐藏在暗处的那些顶级家族 分崩离析 昆仑须内部的问题不解决 到时候血灵族强者降临 必然还是危险 血灵族老大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小畜生 你一辈子也别想知道 我就算死也不会出卖血灵族 你纵然很强 你背后还有血七叶 那又如何 等一年多后 那些血灵族大人降临 不光你 就连血七叶也撑不过一招 还有 你知道我在血灵族的地位吗 我只不过是最低等的蝼蚁 帝尊敬 我在死前不妨再告诉你 帝尊敬在血灵族 不过是烂大街的境界而已 你可知道后面多少境界 你们这种卑微下贱的血脉 唯一的价值就是成为血灵族的奴隶 叶辰听着血灵族老大的话语 无奈地摇摇头 他一步踏出 手掌轻轻一挥 一道宛如震天的巴掌响彻 血灵族老大当场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更是几乎被掀翻 双腿更是跪在叶辰的身前 鲜血不断从撕裂而又臃肿的嘴巴流淌 叶辰冰冷的眸子凝视着血灵族老大 开口道 这些问题你不说 我自然有办法找出 我现在想知道 上古时代那些大能到底被囚禁在哪里 血灵族背后又是谁在操控一切 你们为何要困住他们 血灵族老大听到这句话 眼眸突然登大 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叶辰 上古之事你有什么资格知道 你不配 何况那些人的生死和你有什么关系 叶辰眸子微眯 身上释放着浓重的血气 和我无关 不好意思 那百味大能都是我的师父 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 此话一出 血灵族老大的瞳孔更是冲血 又仿佛实话 他满脸都是不可置信 这个昆仑须的青年居然是那被困的百味大能的徒弟 怎么可能 这青年根古才二十来岁 距离上古时代太遥远 别说百师了 就算见面也不可能 他虽然不知道被困的那百味是什么身份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这百味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甚至连血灵族的顶级大能都要畏惧 更重要的是 血灵族没有资格杀了这百人 许久 血灵族老者强行冷静下来 死死的盯着夜沉 小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先别说你有没有机会见到那百人 就算真见面 那百人的眼光极高 怎么可能收你为徒 你身上的血脉乃至魔族气息 都没有资格成为那些人的徒弟 你就是卑微的 说到这里 血灵族老大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只因为他看到夜沉手中 出现了一枚黑色石头 而这石头的出现 他藏在体内的晶石 居然疯狂的抖动了起来 就好像见到了什么东西 要臣服 这是轮回 血灵族老大身躯竟然颤抖起来 他不敢相信 关键此物如此珍贵 无数大能亏伺 又怎么会出现在昆仑须 小子 你这石头到底从何处来 血灵族老大的话语极其激动 夜沉眸子一缩 他果然猜得没错 血灵族知道这石头的秘密 这石头叫什么 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而此刻的血灵族老大眼眸 却是充斥着疯狂 刹那间他想了许多 他也相信了夜沉和那些被困之人的关联 不管如何夜沉都不能留 只因为夜沉是血灵族传说中 掌控轮回之人 掌控轮回 可以掌控所有人的生死 此次天道都不容 血灵族又如何奈何 下一秒 血灵族老大吐出一口精血 整个人身躯庞大了起来 他的眼眸中的红血丝疯狂到了极致 他要和夜沉同归于尽 一个将死之人换一个威胁大千世界的存在 值得 哪怕他承受万般折磨 夜沉自然感受到威胁 毛子一缩 也不打算再从对方身上获取秘密 直接一剑皮下 下一秒 血灵族老大头颅飞缩而出 滚落在地面上 就算没了头颅 血灵族老大的身躯还在动 甚至犯着浓重的血迹 准备暴体的血灵族老大 怎么可能是突破道远镜夜沉的对手 此刻的夜沉在这片血灵秘境中 足以在这些所谓的青年才俊前 可惜了 昆仑须的术法 无法从这家伙身上获取秘密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血灵族知道那神秘石头的来历 夜沉冷眼扫了一下尸体 又补上一枪 九游使天枪顿时洞穿 血灵族老大的腹部 强横的枪杠刺穿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 刹那间 百道钢器 自血灵族老大的身体中积舍而出 一代帝尊镜血灵族老大 就此陨落 再无生还可能 居然死了 夜沉这家伙究竟如何修炼的 受伤的血灵族强者居然挺不过十招 他现在只不过道远镜 若是帝尊镜 那昆仑须谁还能陷着他 远处的几次清虽然知道结果 但是看到眼前的画面 心中还是震撼连连 他夺步而来 步步生连 美目叛息灵动至极 他看向夜沉时 眼眸中流露出一股别样的感觉 他知道夜沉和夜市天是一人 那股别样的感觉也依旧保存下来 和夜沉眼眸相对时 毫无保留的绽放出来了 你听着我做什么 难道爱上我了 夜沉打趣一句 随手处理了血灵族老大的尸体 想要看看这血灵族强者身上 有没有留下什么 你 几次清冷哼 娇斥一声道 哼 就算你很强又如何 我心中只有无道 至于你 我没有半点兴趣 夜沉刚想和几次清 听说什么 突然他发现 血灵族老大的身躯中 闪动着光芒 嗯 这是 夜沉伸出手 刚想一抓 却是发现光芒破土而出 一块璀璨的晶石 悬浮在他的手心 关键晶石上的光芒 竟然和轮回之光极其相似 甚至让他体内的鲜血都在沸腾 就连轮回墓地也震动了起来 这血灵族老大 把东西藏于身体 必然无比重要 关键轮回墓地也有反应 此物绝对不简单 等处理完 血灵秘境的事情 问问血漆叶前辈 几次清察觉到了夜沉的疑惑 开口道 夜沉 接下来我们去做什么 血灵秘境 估计很快就要崩溃了 夜沉收下 精实沉思片刻便道 咱们先回去韩云那里吧 既然血灵族人已杀 皇家也绝对不能留 等圣草殿专门培育出灵药和救治伤者 可以带出血灵秘境 的确 反正已经撕破脸皮 下批血灵族人到来前 一定要先将皇家连根拔起 只是三千年来 各家族各宗派受创严重 皇家却保持有很大占领 对付不易 几次清眉目闪烁光泽 迅速思索道 我们先去韩云那里吧 夜沉和几次清结伴 迅速赶往韩云那里 而此刻轮回墓地中 血漆液看着悬浮在头顶的晶石 眼眸火热 我就知道此物在那人手上 我不杀这家伙 就是希望那小子主动得到这东西 有了此物 这小子的血脉乃至其余轮回墓地的大能 也有苏醒的可能 莫宁看了一眼头顶的晶石 同样激动 他想吸收那晶石的能量 毕竟只有此物能让他恢复到 本体的巅峰实力 但是一想到这对夜沉也很重要 还是作罢 他想起了什么 目光看向血漆液 前辈 墓主在秘境中确实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出了秘境 面对那些昆仑式的顶级家族 也很危险